古神星上竟然拍到了发光的金字塔 曾引发无数阴谋论的火星人脸到底是什么 神秘的造物之助真的拥有创造生命的能力吗 在这篇浩瀚的宇宙中究竟存在着多少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呢 大家好,我是白云君 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三章 在宇宙中所拍摄到的会颠覆你认知的独移照片 2015年3月6日 NASA的黎明昊宇宙飞船 在进入古神星的轨道后 拍摄到了一个奇怪的亮点 很多人认为那个亮点很有可能是某种巨大的金属建筑 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而在6月6日 黎明昊再次拍下了更加清晰的照片 揭秘了这个亮点的真实面貌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 亮点是一个疑似锥形的金字塔 根据精准推算 NASA得出结论 这个金字塔的底宽为18公里 高度6.3公里 约等于埃及胡夫金字塔的120多倍 可谓是十分的巨大 除此之外 一些阴谋论者 声称自己还发现了更特别的东西 根据一个国外的视频分析显示 在古神星的另一个角落里 疑似有一个形状硅章的建筑物 边上还停靠着一个三角形的飞行器 很像是一直在网络上流传的TR-3B飞行器 不过由于画面模糊 这个阴谋论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人相信 但有意思的是 在NASA更进一步的研究中 他们发现古神星上 拥有液态水 碳 氧 氮 磷和硫磺 这些都是生命居住的基本条件之一 而NASA一次发光了金字塔 后来在黎明号更近距离的一次拍摄中 人们才得以看清了他真正的面目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边缘十分光滑的山脉 但这种现象在已知的情形上非常的罕见 后来随着黎明号燃油耗尽 寿终正寝之后 关于古神星的这些发现 至今还仍带解释和调查 1995年 哈勃太空望远镜 在距离地球七千光年外的老鹰心灵之中 拍摄到了诡异又绚丽的一幕 从照片上来看 宇宙中仿佛是出现了一只巨大的五彩半轮的魔爪 正向着星空的深处缓缓伸去 在令人感到震撼的同时 不由得也心生畏惧 而事实上这只魔爪的真面目 正是天文界大名鼎鼎的创生之柱 创生之柱也被称之为造物之柱 而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名字 是因为它就如同神话中创造万物的神明一般 拥有着创生星成的能力 根据天文学家们的研究 在创生之柱中拥有着巨大的能量 它会为新生的恒星提供动力和物质 因此不断会有年轻的恒星从创生之柱中诞生 比如在这张照片中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 在创生之柱最大的一根之柱内 一个闪耀的恒星正在缓缓地形成 而我们都知道 恒星的诞生就意味着在它的周围 有很大的可能将会出现行星 甚至是一居行星 而在这些行星上 也将会有概率诞生出新的生命 因此创生之柱自然也就成为了 最初生命的孕育摇篮 不断地为神奇的宇宙孕育着无数种的可能性 不过可惜的是 在2007年的时候 NASA却宣布到 这个神奇的创生之柱 很有可能已经在6000年前 就已经被超新星的爆炸冲击波所摧毁了 不过由于光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无法看见它被摧毁的画面 1976年7月29日 NASA的维巾一号在火星表面上 拍下了一张十分著名的照片 被称之为火星人脸 因为它太像是一张人脸了 可以清楚地看见标志的五官 不像是能够自然形成的样子 这已在之后引发了相当多阴谋论的诞生 比如这可能是火星上存在智能生命的直接证据 应该是火星人在遥远的过去建造在这里的 而且风格很像是埃及的人面式身像 并怀疑这个火星文明和埃及有关 由于人类的太空科技才刚刚发展起来 所以人们对这些新兴的言论 基本上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 这些言论也是给当时的吃瓜群众 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而NASA为了稳定民众的情绪 很快就在1976年的7月31号闭谣 声称只是光线和视角的问题 造成了特殊现象 并非是什么人造物体 为了验证这一事实 NASA也随后在1990年和2001年 再度探访了火星人脸所在的区域 并拍下了更为清晰的照片 可以看到只是一个普通的山脉 有意思的是 PS技术在1987年开始兴起 和NASA公布后续照片的年份接近 所以又有人开始怀疑 后续曝光的照片才有可能是造假 只是NASA为了刻意掩盖真相 做出的举动 一名经常曝光与外星人相关消息的女记者 Linda豪 也是跳出来说 自己有一张真正的火星人脸照片 是NASA的一个内部人员泄密给她的 照片长这样 呃... 马英俊是觉得这都2022年了 稍微懂点PS技术的 应该没有人觉得 这个比NASA后续曝光的照片真实吧 不过尽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人相信的这些阴谋论 无论如何 马英俊还是觉得 火星人脸可以算得上是 人类在宇宙中拍到的诡异照片中 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 分享其他宇宙中拍到的诡异照片 马英俊会根据情况继续制作下一期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还麻烦慢慢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